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阿姨姉姉 你看麥?阿姨姉姉 哈嘍 骷髗 哈嘍 骷髗 哈嘍 骷髗 嘿 阿姨姉姉 你好 來 阿姨幾歲哪裡人 嗯...24歲了 你大臉人 24歲了 你大臉人啊 你是最近在玩骷髗嗎 沒有 我想說的是Hello Google Hello Google 對啊 那個是玩那個什麼 Google的那個遊戲嘛 他Google音箱啦 對啊 像小米音箱一樣 Google的音箱 嘿 Google 它就啟動 好 來 那個阿姨姉姉 你想說什麽 我想說什麽呀 就是 你這麽一說的話 我想到不是 就是 我是這個意思啦 首先正在我的立場上 我肯定是要先 就是 就是 從內心裏面肯定是 先要 先要站在俄羅斯一邊 然後去思考這個問題的嘛 嗯 但是 我覺得我們就是 就是 不要 不要那個就是說 怎麽樣 就是 我以前特別喜歡那個就是 推理小說 就什麽福爾摩斯啊之類的那些東西 然後首先嘛就是 我們說這件什麽 不查屠殺這件事 就是 首先屠殺這件事 肯定是不好的一件事嘛 嗯 如果你真的幹了屠殺的事的話 你肯定不想讓別人知道嘛 嗯 是 對 對吧 對吧 就像你剛才也說了 就是 如果要是說那個就是 俄羅斯落荒而逃 然後拋殺這些屍體 也就這樣了 對 但如果要是說 它是有計劃的撤退的話 它是不可能留下這些屍體的 隨便找個 就是隨便挖個坑 或者是哪怕就是 點堆火都燒了都可以 是 沒錯 它不可能就是那個 留在大街上的 對 還有說呢 還有怎麽說呢 你見過就是比如說 你的敵對國家來入侵你的時候 就不管 不管怎麽說 哪怕是台灣 就是假設了台灣也好 就是哪怕大陸要來打台灣也好 或者說其他的什麽 比如說美國要來打伊拉克也好 你是一個被打的民眾 對 你可能在就是敵軍 不管是怎麽樣啦 就是敵軍啦 在這邊然後那個就是 就是在大街上巡邏也好 或者是在大街上行軍的時候 你會去特意的上那個 上大街上嗎 就是如果抵抗意志非常堅強的話 就是你要有槍的話 你還可以 你有槍的話那可以 或者說你就是什麽的 但是如果你手無寸鐵 你可能在別人 別人滿大街走的時候 敵軍滿大街走的時候 然後你上街去買什麽土豆嗎 可能啊 你敵軍來了的時候 你只有兩種選擇 基本上 你要能去防空洞 你肯定先去防空洞了 或者說有防空洞的話 你肯定先去防空洞 對 如果沒有防空洞 或者是來不及的話 那你肯定是自己在家躲著嘛 是 那可能上大街上 對呀 你怎麽可能上大街上 然後的話 就是然後被人避了也好 或者是被人怎麽樣也好 就是 你知道吧 除非你是信任他 你比如說大街上 有其他的軍隊走 你信任他 你覺得他不會殺你 然後你才有可能上大街嘛 對吧 或者是說沒有其他人的時候 你才可能去大街 這麽可能嘛 對吧 就是你如果要是看那個 像什麽頓巴斯 就是大屠殺 然後還有像什麽一些 就是北約西基 北約西基什麽叙利亞啊 或者是什麽啊 就是那些的就是 是那種大規模轟炸啊 或者說怎麽樣 就是那種閃電戰 然後突擊的那種情況下 你所看到的屍體 大部分 這90的都是在屋子裏的 要麽是被炮彈轟死的 要麽是那個直接上你家去 把你吐吐了 那個街道上是很少有屍體的 街道上的屍體 要麽是就是那個敵軍的 就是雙方軍隊的 那麽的話就是 對 對 你不可能說在大街上 然後看到就是有很多屍體 在那邊橫七十八的躺著 這是不可能的 嗯嗯 對嗎 對 有道理 嗯 然後呢 你還要說啥呢 Hello Google 那個 那個怎樣 對嗎 對嘛 然後還有就是 就是說那個就是 西方國家特別喜歡 把自己做的事情 然後就安安排到別別的 別的人身上嘛 嗯 對吧 就是 就是就是比如說 做賊的喊抓賊 嗯 比如說自己種族滅絕 什麽印第安人 然後他就會說你 然後什麽破壞新交人啊 什麽的 對 然後他自己去鎮壓那些什麽抗移民眾啊 他就會說你鎮壓什麽抗移民眾啊 嗯 然後什麽突突突槍什麽的 然後那個坦克亞呀什麽之類的 嗯 就是他們 自己嘛 然後的話 比如說搞頓巴斯大屠殺 然後的話 那找不到地方 你去殺那個一萬四千人 就是因為頓巴斯大屠殺 不是死了一萬四千的民眾嗎 嗯 對吧 但沒地方殺一萬四千人 所以他只好殺個三百人啊 嗯 這樣我覺得 哦 好了 唉 殺人都不好了 真的是 尤其是在這種情況下 又不是在戰爭的場景哦 好啦 你謝謝 嗯 就是 我是覺得啦 就是 不查殘 不太會 就是因為你還說了嘛 就是 解放來了 就是 就是會不會發生在台灣嗎 嗯 我是覺得 不太會發生在台灣啦 嗯 因為我覺得就是像 像中華這個就是文化圈 應該沒有說就是 就是 殺自己家人的情況吧 我覺得 我剛剛不是說 如果在台灣發生不查慘案 不一定是解放軍幹的嗎 對對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哪怕是台軍 就雖然在我們看來是敵軍 但是我 我還是覺得 台灣人也還 不太會到那種程度啦 我不是說台灣 台灣的軍隊 是的 因為它有就是說 你要做這件事 你首先要把它曝光才可以嘛 嗯 但是如果要是解放軍打台灣的話 你是沒有曝光這件事的實際的呀 嗯 你到時候的話 你肯定BBC啊CNN的記者 你都給它管制起來 把它就是控制一下 就是如果 如果戰爭進行的速度很快 那當然是這樣嘛 但是就是今天俄羅斯跟烏克蘭戰爭 會搞成今天這樣 就是拖 拖久了啦 拖久了才會變成這樣吧 嗯 嗯 對那如果要是拖久的話 那是沒辦法 對啊 如果真的兩岸發生戰爭 那個時間一長了 那就有可能了嘛 對吧 嗯 是的 嗯 嗯 對 然後我還想到那個就是 我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那個就是 蓄利亞那個白頭盔 就是俄軍打那個蓄利亞的時候 然後俄軍錯了之後 然後那個有一些白頭盔的那個組織 然後去拍一些那個就是 那個俄軍塗下蓄利亞的那個 什麼照片啊什麼的 嗯哼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你說 嗯 嗯 就是 西方幹這種事情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就是 就是 西利亞的時候 然後的話就是 俄軍打西利亞的時候 然後的話他們撤走之後 就已經有這種 就是 找一堆那個什麼白頭盔那個演員啊 什麼的 嗯 然後找一些人演死獅 然後那白頭盔就救那個死獅 然後那個死獅臉上就是活人嘛 然後點兒抹點什麼白粉啊 嗯 或者是說找一些什麼特造化妝啊 然後在那邊搞個搞的 你說這種做戲的這種經驗西方已經有過了 是不是 對啊 對啊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嗯 好 OK所以這次也有可能是做戲了 嗯 對啊 然後的話我是覺得啦 就是如果要是說真的哪天打五桶的話呢 就是 嗯 就是肯定還是 就是能在 能待在家 然後能能那個就是 待在逢風怒裡 儘量待在 就是長好啦 就是台灣人的話 你不要就是說直接跑在大街上 這就算那個就是 就是那個兩方然後軍隊都不會去打 主動打你啦 但是反正就是槍炮五眼嘛 嗯 你萬一被打死了 然後對你也不好 對我們也不好 是不是 嗯 好 謝謝你對這個台灣人這樣的喊話好不好 哦 那個你跟台灣同胞這樣喊話 真的你真的是充滿愛心啊 對我們 喂 奶奶 啊 對 對還有像這次不查的事件 然後我看到有一些那個BBC的報導裡面 還有一些什麼目擊者什麼之類的 嘿嘿 太搞笑了 如果要殺人的話 怎麼可能會留目擊者 他可能是從遠處目擊嘛 有沒有可能 就是 呃 有可能 對啊 但是我是覺得啦 如果要是說 像反正三百人都殺了 那肯定是把附近全都給撐了嘛 對吧 就不一定嘛 你總是會有漏網之魚嘛 哦 你說的有道理 那這個我確實沒想到囉 嗯 嗯 好啦 對啊 我能再講兩句那個就是 關於那個就是 請那個共存的嘛 就講兩句嘛 共存 講兩句 太跳題了 兩句就好了 太跳題了 不捨兩句講不完的啦 那下次再講共存了好不好 還是三句 好吧好吧 那拉倒不 那拉倒不 沒有關係還有機會啦 好不好 因為我們遲早要共存的 你行吧 行吧 好的好的 好啦 謝謝你喔 奶奶 謝謝你這麼愛護我們台灣同胞 行 拜拜 拜拜 好 非常謝謝這個充滿愛心的阿娅奶奶 好來那個下下一位